好了一輛軍師卡車是在早上九點的時候 是在屏東的九爐鄉發生了車禍 那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這軍師卡車一四是自撞上了橋墩 那現場已經有國軍受傷了 躺在單架上面甚至是在現場進行包紮 總共有十名國軍分別受到輕重傷 來看一下現場這件情形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這軍師卡車一四 是自撞上橋墩 國軍分別受到了輕重傷 好在醫師都是清楚了 那大部分受傷的地方都是在肩膀 或者是背部的部分 分別骨折送往了醫院救治 那據瞭解這輛車是逆屬於國軍的四肢部運輸車 目前現場也在處理當中 但是受傷的國軍都已經送到了醫院治療 而軍方也在瞭解整起的肇事車禍原因